音樂音樂 各位老師好 我是龔茵婷 我之前簡單介紹一下我之前的經歷 我最早開始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創用CC計畫裡面 做這個工讀的助理 然後後來是到這個銀銳律師事務所裡面 做智慧產權相關的法務的業務 然後到了去年是到了這個產業界 到了這個科技公司裡面做法務 所以我其實就是一路上都有碰到很多 跟智慧產權相關的一些法務的一些議題 那也有協助過客戶做一些 可能也是類似說他們做行銷公司的 該怎麼去取得授權 或是有哪一些資源可以不用特別去取得 花時間去找這個助作人去取得授權的 可能會有一些類似的狀況 那今天的場合因為是在學校 那有聽這個雨萱提過說 可能各位老師對於現在今年這種大量 可能遠端教學或者是放到線上 做一個線上課程的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那加上那個助作權的問題啊 以及可能不太知道說 創用CC授權或者是其他類似的授權條款 該怎麼去應用 那我想先大概瞭解一下各位老師對於 助作權之前有上過類似的課 還是說其實現在對於應用上面 還是會有很多的疑慮 比如說我不知道助作權是什麼 或是我不知道我在教學的時候 會碰到哪些助作權的問題 大部分都有嗎 還是說其實每位老師其實對助作權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開場的時候 會先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助作權是什麼 然後我們教學哪一些 我們教學會遇到哪些助作權 接著會介紹這個創用CC的授權條款 以及該怎麼去使用它 去找出這些可以利用的資源 跟要注意哪一些 可能會侵權的問題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這一份PPT 是採創用CC的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的 4.0的台灣的授權條款 所以之後余軒會協助幫我們把PPT放上來 跟今天課程的音訊檔 然後各位老師在使用這份PPT的時候 需要幫我注意一下一些事情 第一個 老師可以自由地去運用這些內容 你們也可以拿去做改作 放在自己的課程裡面 但是請幫我 不要注意一下說這一份 你使用的內容 是來自於我今天這一份的PPT 這個是姓名標示的部分 再來就是要注意一下 老師們不能拿去做商業的使用 比如說你們想要出書 或者是去外面做一些可能 有收錢的一些講座課程等等的 這可能會涉及到商業性使用 那就沒辦法使用到這一份PPT 再來就是當老師們都符合前面兩項要求之後 最後這個相同方式分享 就是說老師們你們拿我的PPT去做改作 然後你自己有個新的產出之後 你們也必須要使用這樣一樣的條款 再把它放出來 所以老師如果想要利用到我這一份PPT的話 可能要幫我留意一下這些部分 再來就是今天PPT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圖片的部分 它著作權並不是我的 那我可能也是拿創用CC的授權 或者是老師們可能有聽說過 這個教學有一些合理使用的範圍 可以去運用一些圖片 那這些圖片呢 老師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能再拿出來用 因為這些並不是我的 那我今天也是在這個講座裡面 去主張一個合理使用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正題 製作權它其實是經過一個非常長的歷史的演化 大家可能以前都是聽到版權 為什麼它叫版權 因為最早的時候 我們有印刷書 我們會拿來做印刷出書 所以這個版權其實是在指那個印刷的那個板子 所以是那個版子的那個權力叫版權 其實演化到現在大家講到著作的時候 想到就是一些創作 因為現在的著作權它已經不限於說就是書籍 它有可能就是一個影片 一首歌 或者是結合各式各樣的創作教學的 創作內容的混搭 所以它其實從一個版權到創作的一個概念的改變 再來就是以前大家可能 都是拿來做一些實體上面的使用 但是隨著科技的演化 現在已經有發展到數位的部分 那一進入數位其實真的會延伸很多 越來越不知道怎麼可以合法利用的議題 到現在其實全球的主管機關 法律界 現實社會的各個團體 其實都還在很努力的去磨合這些議題 再來呢 製作也是從使用到可以再造 其實再造就是我可以再去混搭 再去產生我新的東西 它已經不是完全說我只能單純的去利用你這個東西而已 我又可以改做 我可以混搭 我可以再加入我新的創意進去 所以到底依台灣的著作權法 什麼會是符合著作權法要保護的著作 它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必須要有原創性 就是說你是自己獨立創作的 你不能有一些抄襲或剽竊的來源 再來就是你也不必說完全是自己從無生到有 就是從零然後長出後面的東西 你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再去發揮 只要你加入了東西是可以識別書說 這個已經不是原本作者的東西了 是你自己新的東西 它其實也是可以符合原創性的 所以可以不用拘捷 拘泥於說這一定是必須我自己 從無到有的一個創作過程 再來就是它必須要有個具體的表現形式 這個具體不是說是要必須看到實體的東西 而是具體的東西要具象化 所以常常很多爭執說有沒有抄襲有沒有剽竊 這個問題其實議題非常大 那這邊也一起來跟一起說明一下說 其實我們著作權法並沒有哪一個文字 哪個條款講到抄襲這兩個字 我們著作權法上如果跟一般大眾認知的抄襲有相關的 可能就是會是重置或者是改作 或者是其他後面會出示給大家看的一個著作 財產權的使用權的一些樣態 但是我們的法律上並沒有講什麼是抄襲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網路上那些新聞啊 網路上那些討論說那個誰誰誰抄襲誰 其實那些議題我們可能專業的人士去看的時候 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曖昧的議題 因為我們看起來它就只是一個風格很像的狀態 它可能只是風格像 比如說幾年前半折指數這個劇很紅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發現說為什麼外面的廣告很多廣告的標語啊 配色或是找那個model來辦妝的樣子 都很像是在學半折指數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怎麼做 因為它可能只是一個概念上的學習 概念上的才有 但是它並沒有把它表現出來的那些廣告詞 或是它影片拍出來的那個腳本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曖昧的狀態 所以如果說具體的表現形式呢 大家可能就要注意說它可能只是剛好我今天寫一本書 在講一個男生坐在咖啡廳一整天觀察路人發生的故事 兩個一樣的作者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寫出兩本不一樣的內容 兩本不一樣的故事 這個你不能說他們兩個可能互相有抄襲 除非說我們發現另外一個作者 竟然寫著說這個男生坐在咖啡廳裡 他看到的路人然後這個路人可能發生什麼故事 竟然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有去討論說 他是不是有侵害到 著作權法上的一個抄襲的問題 再來呢 著作權它跟智慧生產權的其他 譬如說專利啊或是商標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不需要特別去申請登記 還要經過審核才可以拿到著作權 當我們完成的時候呢 其實作者就已經取得了他的著作權 好 那這個其實會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當我們發生正義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證明說 這個真的就是我的創作 可能你說著作權你就出書的時候 上面就會打作者啊 會打這個出版者是誰啊等等 你可能還有合約 但是有些情況下呢 你可能不會有這麼明顯的一個表徵出來 甚至是大家可能就來吵說 這個稿子就是你從我這邊偷走的啊等等的 那你要怎麼證明呢 因為他也不用去登記嘛 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說 大家就好要把你這個創作的歷程 做個妥善的保存 比如說你寫書 你可能會先打個大綱 打個曹稿 畫畫也是一樣 那你中間可能 像我連這個PPT 我其實也修了好幾次喔 所以我可能會有一版 二版三版四版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的一個創作歷程 你可以把它妥善的保存下來 可以去證明給法官啊 或是證明給之後的這些司法機關 去給大家看說 這個東西是我從這樣子一路 努力到成果的一個狀態喔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創作 那你也請對方提出來說 那他要怎麼證明這個就是他的 他也必須有這樣一個過程嘛 因為所有的創作不可能說 他一夜之間什麼都不用準備 什麼都不用改變 他就突然全部都生出來了嘛 再來就是呢 如果說大家覺得今天 想要再多一點保障的話 現在在台灣裡面喔 可能比較常見的一些 輔助機制是 你可能要把你的創作歷程 這些資料去找一位律師做見證 或是去找公證人做一個公證 讓他去做 讓他們兩位律師或公證人 他都可以去證明說 你今天拿給他的這些 創作歷程的資料 都是可能經過你自己聲明 說是屬於你的 或是在他面前 他看到的資料 這些確實就是這些內容 他可以去做一個 等於公證第三方立場的認證 可以讓你這些保存的資料 比較有證據力的效果 再來呢其實台灣有一小數幾個第三方的機構 他們是有額外提供著作登記的服務 這些 那這個我之前有詢問過 但是其實現在很少人用啦 就是那個金融研究院 台灣金融研究院 他們底下有個智慧財安全的小組 他們幾年前有推過這個東西 但是近年其實越來越少人會特別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各位老師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查查看 那我們剛剛講了 著作其實就是符合原創性 跟具體的表現形式 但是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翻譯一下著作全法 會發現我們的法條 有列出這麼多的著作類型 那當然其實是不限 因為現在的創作樣態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生活中其實最常看到就是語文的東西 音樂啊 攝影圖形 視聽著作或是錄音著作 然後呢 更常發生的就是衍生的著作 編輯著作 共同著作 像以前我在另外一個場合呢 就比較容易提到共同著作 因為那就是一個教授帶著助教們 一個專案 他們一起去研究 一起去寫論文 那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 教授加上助教們的共同著作 好 那編輯著作呢 可能 舉例來講 可能今天 有一個百科懸書 或者是 賞文集啊 什麼小說集這樣子 他會把很多不同篇的著作 加以編輯然後合在一起 這個叫編輯著作 那衍生著作呢 其實也是非常常見的 就是我們改作完之後的成果 譬如今天小說改編成電影 那個電影就是小說的衍生著作 然後他再改成舞台劇 那這個舞台劇的腳本 舞台劇的劇本 也是那個原著小說的衍生著作 好 那以各位老師們 你們在做教學的時候 你們教學這件事 跟著作全法交集的地方在哪裡呢 第一個你們很常會出現 就是語文著作了 因為老師你們在口述 在口述這個講課 或者是說你們編寫給學生們的教材 這些都是屬於 我們著作全法上面講的語文著作 或者是說這個編輯著作也有可能 因為譬如是像很多教材 他可能也是會把不同教授們的這個論述主張 他們的論文把它合在一起做一些編輯 然後就是會把它整理啊 分類啊 歸納 再把它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一個資料 那這個也會是教學常常會遇到的 一個著作的樣態 好 再來就是 現在越來越多的教學竟然會不會 會碰到試聽著作 試聽著作 比如說像我今天 把我現在講課的情況錄影 放上去給各位參考 今天錄完影的這個影片 它就是一個試聽著作 那像有老師有在這個課前的問卷 提到了摩克師的課程 或者是你現在網路上越來越多 可能是那種什麼知識型的網紅啊 或是老師他自己業餘做網紅 在網路上拍片 做一些教學 做一些分享 這些也都是一個試聽著作 所以或者是像我們考慮系 每個學生幾乎都會去上的這個 去買課程去上說我要考慮師啊 那些的課程 那些影片檔也都是一個試聽著作 那提到著作全法呢 就也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法律有幾種情況 是有特別寫說 這些是不受著作全法保護的 好 那前面一二三四種 大家可以大家看一下 可能就是法律的條文啊 主管機關的公文啊 或是主管機關出的一些編譯物 翻譯物 編輯物 然後就是這個 標語或通用的符號啊 公式啊 表格 比如說這個化學的化學式 化學那個里納賈如色法貝雷的那個 那個元素表 這些都不能主張有著作權 可能你做了一個很漂亮的表格 把它重新畫出來 那你不能說別人不可以再去做這個元素表 再來就是 下第四個是新聞界常常用的 我只是在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 所以沒有著作權 好 那最後一個可能就會跟老師們息息相關了 老師們可能在幫學生出考題的時候 會去找一些題庫 那這些題庫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它是今天主管機關 這個考選部 考試院他們依照這個法令 舉行的考試試題和備用試題的話 老師們你們可以放心的引用沒有關係 因為是國家考試的題目 但是如果老師們是想要去用 坊間那種補教業的老師自己出的題目啊 或是老師們你們自己各自出的題目 這個就不在這個範圍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那上面是先簡單介紹一下 著作權法裡面的著作有哪一些 好 那我們現在要提到開圓了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聯想的句子喔 開圓其實它有哪一些效果 或是有哪一些思考的地方 開圓它會產生一個開放 然後或者是可以讓這些素材這些著作去做個流通 那甚至以金錢方面來講 因為這些授權條款可能不會再額外跟你收錢 那其實對你自己來講 你會有個節流的一個效果 好 那有一些授權條款呢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其實創用CC授權條款它有六種 但是它這六種每一個都要求說 使用人必須要標示姓名 就是標示這個來源出處是誰 那這個其實算是一個飲水思源的要求 甚至有一些可能像我剛剛分享我這PPT 請大家要相同方式的分享出去 也是提醒大家怎麼來呢 我們在一起飲水思源 再把這個你的新的創意 新的創作再把它開放出去 讓更多的創意 讓更多的作品可以做流通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創用CC授權條款在做什麼 如果說著作權它的英文是copyright 然後大家可能常會看到下面寫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的權利 那創用CC的授權條款呢 它就是Sun rights reserved 它保留部分的權利 然後把另外一部分的權利 開放授權給大眾 好 那大家這邊是最常被誤解的地方就是 創用CC授權啊 它就是Sum rights reserved 它保留部分的權利 所以看到這些標章 先不要太開心馬上說 它沒有著作權 我可以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也只是保留 它有保留部分的權利起來 所以創用CC授權條款 它不代表說 它把它全部的著作權的權利 都授權給用戶 授權給大眾 甚至是可能 它也有把其他的權利授權出來 這是沒有的 好 那創用CC授權條款的基本精神呢 就是 作者他可以自己選擇 他要用哪 這六種條款裡面哪一種 把他的作品釋出 好 那你這個使用者 你只要看到這個標章 當你了解這個標章的含義是什麼之後 你其實一看到這個標章 你就知道說 那我今天可以怎麼去利用 這個作者釋出的著作 他釋出的一個素材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創用CC授權條款 它是一個針對全球 而且是非專屬性 而且不可撤回的一個條款 譬如說今天我採用 我把這個PPT採用這個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跟相同方式分享的方式 分享出來給大家之後 我可不可以明天想一想覺得 不對我花了太多心思在做排版了 所以我不想要讓大家隨便去利用 就把這個授權條款 又改成說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使用 跟這個禁止改作 我不能這樣回頭再去改 我不能做這件事 甚至我也不可以說 從這個明年一月開始 我這個PPT剛剛提的這個 CC授權條款就停止了 明年一月開始就沒有 再用這種方式授權出去了 這也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說各位老師 你們也有興趣想要把自己的教材 自己的一些作品 用CC授權條款釋出的話 也要幫我注意一下這部分 就是你們採用哪種條款釋出之後 其實是不可以回頭再改的 你不能改你的條款 你也不能說從哪一天開始 這個條款就終止了 接下來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其實這六種授權條款 它都是由四種的小標章 去排列組合合成的 所以我們先來分別認識一下 這些小標章 第一個 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 會有一個小人在上面 它代表的是要姓名標示 我們看到它有要求姓名標示的時候 必須要理解到說 我採用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必須要標示出這個作者是誰 然後我取用的素材是什麼 再來就是 它採用的是哪個CC授權條款 再來就是來源在哪裡 以今天我這個PPT為例好了 如果各位老師之後 有利用到這份PPT的內容 然後再把東西放出來的時候 然後你們需要幫我標示說 這個PPT的名字 比如先打我的名字好了 你們可能就要標示說 來源是公益庭 然後這個 著作權和CC授權簡介 然後採用這個姓名標示 非商業使用 然後商投方式分享 4.0台灣條款 首權釋出 然後可能可以再注明一下說 是來自於這個 2020年11月30號 我們今天這個工作坊的PPT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標示 那當然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素材的網站 有一些影音的網站 他們很貼心 他們會有這個 簽入小工具或是簽入連結 那大家就可以多利用這個小工具 你就直接把它複製 貼上到你之後你產出的那個報告裡面 或者是說有些網站 他可能就會有範例 那再來如果上面兩件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大家 依照上面這四個Tips的要件 去盡量把你今天取用的這個著作 它的來源 它的作者是誰 然後它採用哪個CC授權條款 這些把它講清楚就可以了 再來是非商業性 它的標誌就是把錢那個符號 要畫一槓 簡單來講 你今天看到這個標誌 就代表你用的 你看到這個素材 是不可以拿去做商業目的的使用的 商業目的到底是指什麼樣的目的呢 比如說 你今天拿它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要換取金錢 或者是你會交換商業利益 它未必是錢 而且要注意一點就是 直接或間接的 都有可能會包在這裡面 我們以前有遇過一個民眾 他來詢問 他說 我的APP其實下載是免費的 可是我 我這個APP為什麼下載免費 是因為我會讓其他廣告商 在裡面插廣告 大家不曉得 各位有什麼經驗 你可能用一些APP 影片看一看 APP用一用 就突然跳出一個廣告 就是逼你要看完之後 你才能再繼續使用這個APP 那個民眾問的問題 是有點類似這樣子的 他就是問說 他想要把某一個 有標誌說 不可以拿去做商業目的使用的素材 用在他這個APP裡面 他就問我們說 因為我APP本身是免費的 我也不會跟用戶另外收費 那這樣子 我算不算沒有商業目的 可是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可能會有間接的問題 因為你其實APP裡面 你開發讓你的廣告商 來找你買廣告 然後放他的廣告出去 所以你其實是用這個APP 從廣告商 從下廣告的人那邊去賺錢的 他其實本身還是有一個商業的利益在裡面 所以他這樣子如果他想去做 他拿一個非商業性目的使用的素材 用在這個APP的話 我們是擔心說他會有一個爭議發生 所以是建議他不要用的 所以如果說各位老師們 你們以後看到這個條款 然後對於說我今天要拿去做的目的 有沒有商業性使用這件事情 沒辦法很直接的去確定說 有或是沒有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說盡量不要 或者是麻煩一點 還是去跟這個作者聯繫一下 去問清跟他詢問一下說 今天我們採用這種方式去使用的話 在這個作者的認知裡面 他同不同意我們採用這樣子的方式 拿去釋出 還是他覺得 你們就是商業使用啊 那你們不行 你們要另外來跟我談授權 這個會對老師們來講 會比較安全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禁止改作 它是用一個等於的符號 就是你今天拿到這個素材之後呢 你不可以再把它加以改變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東西 你自己的創意加進去 你也不能再拿去把它做一些變更啊 變形或修改 那這邊有特別提示到就是 在創用CC授權條款裡面 其實當我們看到改作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允許說 你們可以去做重置跟編輯整理的使用的 如果你們只是單純的重置 單純的做編輯整理 我們不會認為你是涉及到改作的問題 好 最後一個就是相同方式分享 他用的是一個循環的符號 這代表說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大家的創意呢 可以再繼續一個一個這樣子分享出去 所以我們用了循環的符號 也就是說你後續的作品啊 都必須再用同樣的授權條款去發布 讓這個公眾可以去利用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用到的條款 他標了相同方式分享 結果我沒有做 然後被發現了 這個可能會有一點爭議喔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相同方式分享的標障的時候 就要注意 所以後面其實你也要再把它標示出來 所以剛剛介紹這四種標章 他排列組合之後 會產生六種的授權組合 第一種其實是最為便利的 他只需要你做姓名標示 你想要再改作 你想要再編輯都可以 你甚至也可以拿去做商業使用 而且他也不管你說 你之後還有沒有再把它釋出來 所以這是只有姓名標示 是最自由最方便的利用方式 下面第二種就是 他加了一個非商業系使用 所以你只要做到姓名標示非商業系 其他的你想要改作 你不想要再放出來 這都是允許的 第三種就是姓名標示 可是他禁止改作 但是他沒有說不可以商業使用 所以可能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只要不改動他的內容 我也有標示做的是誰 我可能可以把它拿來出書 我把它放在我的書裡面 當作其中的一篇 然後把它出書 或者是把它拿來利用在別的地方 然後可能會拿去做商業性使用 這是可以的 但是他的要求就是你不可以改作 再來右邊的第一個是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他就是在姓名標示另外附加一個相同方式分享的條件 所以各位老師如果你看到這個標章 你可以採用那個來源的素材 你也可以改作 你可以拿去商業性的使用 可是你改作出來的成果也必須再把它用姓名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的方式再把它授權出來給大眾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標章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最後兩種其實是這六種裡面最限制比較多的 限制倒數第二個多的是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然後相同方式分享 簡單來講它是允許大家去做改作的 可以做改作 它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做商業性的使用 再來你們也必須要再用相同方式分享出來 好 那最後一種其實就是限制最嚴格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所以大家可能只能單純的把它引用過來 單純的把它原封不動的搬過來 然後拿去做別的利用 但是你是不能針對它的內容去動任何東西的 而且你也不能拿去做商業性的使用 其實在創用CC授權之外 現在網路上也會看到另外兩種標章 它其實比起創用CC授權是更自由的 它代表的是一個公眾領域的東西 第一種就是把這個著作權的C圈圈把它畫一個長叉 它代表的是什麼 它代表說這個作品它其實不受著作權的限制 或是它沒有著作權在保護它 最常發生的狀態就是譬如說文史機構裡面的書籍 畫作、手稿、原稿、照片、收藏品 這些以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最常看到它出現的地方就是這些文史機構 譬如說故宮或是國外的一些 比如荷蘭博物館或是其他的博物館 為什麼呢?因為它不受著作權保護 就是因為它的著作權的保護年限已經過了 這個我們後面會帶到一下著作權最常可以保護多久 所以現在最常發生的場域 其實都是在這些文史機構裡面保存的那些文物 才有可能會是採用這個PDM授權的方式釋出給大眾 因為它其實已經不受著作權保護或是有限制了 其實我們大眾都可以無償的去使用它 它也不會像創用CC授權條款一樣說有什麼商業性的限制 或者是說它可不可以改做的限制 這些都沒有 它有一個也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誰可以標示今天這張圖片這個書籍是PDM的一個工作領域的狀態呢? 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這邊有個風險是說它會不會本身其實還是有著作權 可是標示的那個人不知道 他以為他沒有就給它標上去 這個潛在的風險是可能有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找這個想要找這樣子的授權的素材的時候 今天還是往這個比較公正的 比如說就是直接去故宮的網站去download那個作品 不要隨便在網路上找 因為我們隨便在網路上找 最常遇到就是被人家隨便標授權表示 就那個標的人根本不是著作人 他根本不是著作權人 那個就會產生後續的一些爭議 好 但是然後呢最後一個提醒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public domain mark的時候 它代表的就是它沒有著作權的限制或保護 所以著作權以外的東西它還是存在的 最常發生的可能就是今天一張照片上面是人的照片 所以拍攝的這個人這張照片本身的著作權可能是不受保護了 可是那個照片裡的那個人 他還是有肖像權保護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要用的是這個拍攝人物 拍攝肖像的照片的話 大家可能也要留意一下說 它還有沒有肖像權存在的問題 另外一種跟這個PDM很類似 它叫CC0 CC0它是權利人自己表示說 我願意拋棄我對這個作品的利益 所以它是只有權利人自己可以標的 它就是主動告訴大家說 今天我把這個作品釋出 而且我也放棄我也拋棄了 我在這個作品上的利益 所以它是可以不限目的自由的使用 當然也包含商用 再來它拋棄的範圍很可能就會包含到 我們剛剛前面那個PDM說 PDM它只有表示著作權不保護了嗎 其他權利都可能還是有的 但是我們看到CC0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表示的是 其他涉及到著作權以外的其他權利它也不要了 但是我們這邊要注意一下 就是每個國家的法律會針對 屬於你個人的一些權利 法律有講明說 在哪一些權利哪些情況下 你是不可以自己說 你要把這個權利給拋棄掉的 像台灣來講 我們的法律就是說 你不可以把你的人格權拋棄 你不可以放棄你自己的人格權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台灣的作者 他標有CC0 我們當然可以先認定說 可能他對於著作權或是其他的一些權利 他是可以不要的 但是他的人格權 因為法律說不可以拋棄 所以他的人格權是還在的 所以這個是CC0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他拋棄的範圍跟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 我們需要留意說他的交集在哪裡 如果說我們剛剛了解了這一些授權條款 我們也知道什麼是著作 我們也了解這些授權條款的一些限制 他的含義之後 為什麼還是會發生說 我有侵權的狀況 我們現在就先來從著作權侵權的問題來講 如果我們今天先不講這種 創用CC授權的範圍 我們先講著作權法法律上的範圍好了 我們最常發生的就是 法條好像說有一些合理使用的範圍 有些時候我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但是為什麼最後法官 竟然還是說我侵權了 因為合理使用它其實是有一些界限的 簡單來講我就是對他的定義就是說 法律是給我們開了一扇窗 但是我們不可以撈過界 撈過界之後這個合理使用的 是不會再給你保護了 那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著作權它指的是哪些權利 著作權它其實是兩種權利的合稱 一種是著作人格權 它是跟著著作人的 所以它是不可以轉讓 它也不可以拋棄 那著作財產權呢 它是我可以怎麼去利用這些 著作的一些使用樣態的權利 所以呢它是可以授權 可以轉讓可以贈與 然後如果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去世之後 它也是可以被繼承的 所以一般我們講著作權的時候 它可能是代表是這兩種的合稱 那當然在常常以一般大眾的表達來講 他們講著作權的狀態 比較常是在講著作財產權 著作人格權呢 剛才有講它是跟著人 所以它保護的是這個人的名譽的一些相關的權利 裡面有三種 一種是公開發表權 就是作者他可以決定 他什麼時候要把這個作品發表 第二個是姓名表示權 作者他可以說他要句名 譬如說他用什麼筆名啊 暱稱等等的 他也可以決定他不要句名 他可以匿名發表 這是作者的權利 最後一個是同一性保持權 因為今天作者他的價值就是在於來自於他的作品 所以我們也不可以對他的作品做一些醜化 或是會損害這個作品的名譽 或是損害這個作者的名聲的一些行為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最常發生問題的 基本上都會是在作作財產權方面 它是一個使用的權利 我有用藍底藍色字標出來的是 我們最常遇到的一些狀況 重置權 重置權簡單來講就是複製 電腦檔案就是複製貼上這個行為 或者是說我今天拿一本書去影印 這也是一種重置 或者是我今天把書拿去掃描 變成一個電子的掃描檔 這個也是重置的一種 第二種它是公開口述權 跟公開播送權 還有公開上映權 公開口述權可能就是複製貼 今天有個講稿 把他公開這樣口述 唸出來的一個演講 公開播送權可能是 所以我們全力在公開場合 把這個影片播送出來 第三種是公開演出權 跟公開傳輸權 公開傳輸權聽起來好像跟各位老師們 沒有什麼關係其實是有的 就是如果說你們現在要做 線上的教學影片 線上的教學課程 你們要放在YouTube 或是放在其他的影音平台 甚至是學校自己的 這個線上課程的系統 它都會涉及到公開傳輸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老師們 你們的授課內容 可能是用到第三者的來源的時候 你們必須要注意 你們取得授權的時候 有沒有跟這個作者說 你們是會放在YouTube 放在平台 放在哪個系統上面 讓學生讓大眾 可以在上面觀看 甚至是下載的話 可能要特別去確認一下這個作者 他願不願意這樣子授權給你 好 第四種公開展示權 這個一般是 比如說像美術館裡面的那些 作品的展示 第五種是 改作權跟編輯權 再來是散佈權 還有出租權跟輸入權 改作權跟編輯權 剛剛前面有稍微簡單的帶到 改作權就是 我可以把這個作品的內容 再加入我自己的創意 加入我自己其他的想法 加以的去改編 改良改造 產出一個更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改作權 散佈權的話 以前最常發生的是 就是錄影帶 DVD這些 拷貝之後 可不可以再把它散播出去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把一個檔案 放在網路上 任大家隨意地去散佈 剛剛前面講公眾領域 PDM標章的時候 有提到說 為什麼現在很常看到 PDM標章的場合 會是在文史機構裡面 因為它已經過了 著作權的保護的話 它才有可能會去標這個PDM 那為什麼會在文史博物館 最常發生呢 因為那裡面的東西很多 基本上它的年限 是確實超過著作權保護的 我們以台灣的著作權法來講 著作權的保護期間 是從這個著作人完成開始 到他死亡之後 起算50年後 這個東西才是沒有著作權保護的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人 他可能是民國100年去世的好了 那它的東西其實是到民國150年以後 才沒有著作權保護的 那我們像一看 我們像民國才109年 快110年 那如果我們要以台灣的著作權 這樣100 可能這樣最大 我們先算一個人最長壽到80歲 然後再過50年 130年 其實往前推你們 我們會發現很多東西好像 他自在清朝末年的東西 民國初年的東西 到現在都還是有著作權保護的 所以我們看到PDM的標章 為什麼很常會出現在那些 歷史博物館啊 文物的保存機構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那裡面的東西 才有可能超過這個保護年限 然後可以標示說 他沒有受到著作權保護 所以如果說今天作者他還存在 他還活著 那最常發生的狀況應該是 他自己去標CC0 那個對 那這邊有提到說 如果老師們有運用到 國外的一些東西的話 美國他們是修到死亡後70年 這是因為他們的迪士尼的關係 這是一個米老鼠條款 可以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因為美國本來也是50年 但是有一天這個迪士尼公司 發現他們的米老鼠保護的期限快到了 那當然他們是 我們當然會覺得 他是站在前的目的位考量 他有著作權 他才有辦法去大量的去授權出去 做一些周邊商品 產生收益 所以那時候他們 當然是他們帶頭有去促使這個政府 去增加保護年間的一個修法 所以以美國來講 他們是已經增加到70年 那當然過修法之後 他們的米老鼠在這幾年 還是有可能快要過這70年了 所以好像他們還想要再繼續Push 說要再越加越長 但是目前是還沒有發生的 那這就是一個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了 著作財產權 我可以有這些方式的去使用 那當然這些方式 在法律上會給予一些合理使用的場景下 我們未必需要一一的去找著作人 先跟他拿授權 我們也可以用 那我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那我就不能說我有侵權了 那什麼情況下呢 會有一些合理使用的狀況呢 以各位老師的狀況來講 就會是學校授課需要的重置 你是為了學校授課需要 可能對一些東西做一些重置的行為 你是為了教育目的的需要 做重置或播送 那教育目的需要這一條 它場景是不限於在學校裡面的 其他的我們就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像很多還有文教機關的重置 它最常發生在補習班的領域裡面 或者是個人使用目的的重置 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在自己家裡面的時候 多少都會做一些下載 複製的一些行為 那法律上是相對容忍一下說 你今天在自己家 可能我買一張正版CD回來 我想說會把它燒烤到我的電腦裡面 聽比較方便 我們大概是可以容忍說 你今天只是想要在自己家 用電腦聽比較方便的情況下 Copy了這個CD裡面的音樂 放在自己家聽 這個是法律大概還可以容忍的範圍 但是很多年前 像那個有一間大學 就有發生說 有學生就是他的主機裡面 超級多的音樂檔案 然後那一陣子呢 有一種軟體好像叫P2P吧 就是可以交換下載的一個軟體 非常的盛行 所以那個學生 他就是他的電腦裡 有非常多的音樂檔案 然後因為他也讓 他也有載這個軟體 等於說今天可能我在 我自己家用這個軟體 要去發現說我要載這首歌 我去載的時候 是從他的主機那邊 download過來的 那這種情況下已經 逾越了這個個人使用目的 的重置的範圍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學校 有一些學生是有被 那個檢方帶去 帶走去約談的 所以這邊可以跟大家提示一下 個人目的 個人使用目的的重置 大概容忍的範圍就是 你自己私領域的場景 但是超過這個 私領域的場景的話 你就沒辦法受這一條保護了 再來就是 比如說像飲用 或是考試目的的重置 或者是非營利目的的公開使用 或者是因為個人使用需要 這個電腦程式 就是我把它做一些修改或重置 這些都在我們的著作權範裡面 有去提到說 有這些狀況的時候 它是可以符合合理使用的一些保護的 但是呢 最一開始有提到了 我們法律雖然給大家 開了一個合理使用的一扇窗 但是我超過這個合理使用的一個容忍的範圍之後 你就不可以再說是合理使用了 那就算你可能是照著它上面寫的座 但是你超越那個界限 你還是有侵權違法的一個爭議性存在 為什麼不符合合理使用呢 首先我這邊以老師們的立場去列出說 跟教學有關的一些著作權的法條 像這個46條它就是說 為了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 我們可以重置其他人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這是著作權法46條 另外就是著作權法47條第三項呢 有提到說 為了教育目的的必要 在合理範圍內 我可以公開播送其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 好像然後或者是第52條 它是一個比較概括性的 它有講到為了報導評論教學研究 或其他正當目的的必要呢 在合理範圍內可以引用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那像54條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辦理考試 所以我可以重置這些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拿來做試題的使用 那後面有個但書喔 如果這個你是 它前面講的是說 我可以拿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拿來可能改寫成自己出的題目 可是如果你今天 是直接拿人家公開發表的試題來用的話 這個不在54條的範圍裡面 這邊給大家一個提醒 所以各位老師 你們剛剛看了前面列出來的這三條舉例 有沒有發覺說 它裡面都有提到要合理範圍 所以如果說我們 雖然是符合教學的必要 符合教育的必要 符合研究的必要 但是我超越了一個合理的範圍的時候 我就沒有這個合理使用的法律的保護屏障了 我就有可能就需要去討論說 我好像有侵權的行為發生 那到底什麼叫合理的範圍呢 我們一般都是以這個65條 列出來的這四個項目 綜合評比當作一個判斷的準則 第一個是我拿來利用的目的跟性質是什麼 第二個是著作它的性質是什麼 第三個是利用的值與量 以及它在整個著作中所佔的一個比例 最後就是我利用的這個結果 對著作它的潛在市場 或者是它現在的價值有沒有一些很大的影響 到處於懸墜的交易